你能想象这十多万这么多老人 基本上都是老粉红 虽然说他们也是无辜的 都是洗脑的 但是我敢保证大部分人都是老粉红 他们内心都是要武统台湾的 你说让我怎么去同情他们 最近很多观众朋友 也希望我能够讲一讲白发革命 那最近中国爆发了白发革命 在前不久我们都知道 中国爆发了白纸革命 那什么又是白发革命呢 那顾名思义 就是一群头发花白的老人 也走上了街头向政府表达抗议 那为什么他们要站出来呢 就是因为我党非常的暖心 因为之前搞核酸检测 包括抗议肯定是财政都空了 所以没有钱了怎么办 毕竟我泱泱大中国 韭菜千千万 14亿韭菜可以割 所以就我党又把苗头 苗向了这些老韭菜 小韭菜刚割完又割老韭菜 就将他们的退休金 养老金 可能就是没收了一大笔 就是原本你可以拿100块 但是我党现在就给你1块钱 就把你打发走了 所以这些老人就不乐意了 对啊 而且没收的金额比较大 每个月都扣 那所以这些人就不乐意了 在这个大寒冷的这个冬天 老年人那个身体也不方便 然后他们还是站出来了 向政府表达抗议 而且这个人数规模非常的庞大 那光是武汉一个城市 就10多万的老人站在了街头 那也延烧到了中国的其他的城市 像是在大连 然后包括深圳 然后这些城市都是大量的老人站出来 那这个场面非常的壮观 甚至比之前的白子革命 还有壮观 都是10万人以上 这个人数超级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党应该是割了一大笔韭菜 这个波及的人数超级多 肯定还有很多人不敢站出来的 也很多 因为最近也传出了很多的 这些站出来的人 他们的家人 包括他自己都调查出来了 然后就是去家访 然后警察破门而入 这些在网络上都查得到的 所以说这个是比较危险的 所以也就导致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敢站出街头来 然后我们也看到 最近像是一些中国派一些军用的一些车辆 包括防暴车辆 都集结到这些抗议的城市 像武汉的周边的这些武警力量 都调往武汉 就是一大批的武装警察 然后去 而且人数比现场的人都还要多 你看这些老人有十多万 他们也派了十多万 就完全要去镇压你 所以有些人也会问我 对此有什么看法 然后也有台湾那些观众就表达 就是很同情 但是我觉得以前我也会同情这种状况 但是老实说现在没有太多的同情了 因为过去这种事大家也看到了 然后最后也不了了之 而且你能想象这十多万这么多老人 基本上都是老粉红 虽然说他们也是无辜的 都是洗脑的 但是我敢保证大部分人都是老粉红 他们内心都是要武统台湾的 你说让我怎么去同情他们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他们爆发这个革命 这个反抗运动的出发点是什么 个人利益 他不是为国为家 他不是为了这个国家 不是为了这个民族 不像以前台湾 然后其他国家 香港 反送中 不是说我党把你的钱给扣了 把你的港币扣了 然后大家站出来 不是 就是仅仅的一个法案 反送中条例 他们就站出来了 当时香港有近十万人 包括年轻人啊 青年人啊 老人啊 社会各界的人士都站出来 不是因为扣了他们的钱 他们就站出来 这种就不一样 他是为了这个国家 为了这个民族 为了香港啊 就付出了 无私的 而且很多人被抓 但是现在的那帮人 那个老头子 我真的没有啥好同情的 以前我可能倒是会同情 但是现在我站在 我个人的角度来看 我是观望 我就看看 哦 有这样的一个新闻 哦 这样的事 就就这样 我不太会去同情他们 啊 你想想一个自私的人 不值得去同情 那过去有那么多事情 你看中国人很少站出来 去抗议政府 包括为了国家 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民族 为了我们的自由 为了为了我们的民主 没有人会站出来 大家都怕啊 当然你可以说啊 他们都害怕 对吧 然后我个人觉得 大大多数人都是自私的 在这么多年的教育之下 大大多数人都是自私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同情他们 对 包括很多人呢 当时啊 没有扣他们这些养老金之前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觉得 祖国好棒棒 啊这个台湾啊 必须要跟我们享受同样的福利 对吧 这些思维都是转换不了的 根深蒂固的 所以这帮人 我是没有 虽然说他们年纪很大 甚至是我们的长辈 但这不是同情的理由 对吧 所以我个人做不到同情 我只能说去了解这件事情啊 去转发啊 去分享啊 对 同情我是没有办法 那像是这件事情之后 我觉得也有很大可能性 就不了了之啊 可能妥协了啊 当然他可能达不到一个预期的 一个妥协 比如说原本是100块的 你不可能达到原本的那一个 哦 他把100块原封不动的给你啊 我党自重尿性 肯定不会给你100块的 最终的妥协可能就是1块 变成2块 大家接受了啊 争取多了1块 当然讲的比较这个夸张一点 可能就涨了个10块啊 20块啊 对吧 原本可以拿100块的 最后给了你1块 你上街了 那我给你20块 大家就欣然接受了 对吧 你到底是要1块还是20块 大家最终就选了20块 对吧 你选1块的话 你上街的话 还有那些武装警察 要来抓你 所以大家也只能走向妥协 而且现在很多城市啊 我党也怕了嘛 包括像之前的白纸革命 现在的这个白发革命 所以我党也不是傻子 对吧 他一直都在知道这个韭菜在进化的 所以他也为了以后防范 有类似的这个连锁效应 现在我党在全国各地的城市 都开始演练 这种无声的抗议 这种像是举白纸啊 这种抗议 他们都在演练 我看了一个网上的一个视频啊 当然小冯你看了就不要说这是假的 没有造假 这个造不了假 都是在中国拍的啊 然后一群警察在演练啊 当其中也有一个是变异警察 他就模拟演练是一个人民群众 但我想想其他国家类似的事情啊 警察如果就算制服的话 你可以在人民群众啊 在公众的这个视角下你去制服 那我党也知道 这种事在中国肯定是行不通的啊 肯定要打 所以还是小冯还得打 就像我党之前不说了一句话吗 人民群众就是江山啊 共产党带领人民打江山 打的就是人民 打的就是人民的心 那很多城市呢就开始演练 演练一个抗议者 然后警察在四边拉起布条 把那个事件给挡住 你也不知道那个 那个韭菜啊 那个人矿 就是那个中国人呢 抗议者在那个里面啊 怎么被警察制服的 对吧 肯定是很暴力 你不能像民主社会 大家一看到 警察使用暴力都拍得下来 但是我党肯定觉得这个行不通啊 你这西方的那一套 台湾的那一套 在我党这里行不通 所以他必须得拉一个横条 然后大家的不见光的 看不到 你看不到在里面怎么里面怎么打 所以啊 还是要打啊 这个其实我也觉得我党挺聪明的 自己的孩子嘛 往死里打 你像是如果是美国的 日本的台湾的 虽然嘴上说台湾也是我们的孩子 但是不敢打 你看这打 喊了70年 你敢打吗 不敢打 天天打的还是自家的小讽 所以说啊 我党打小讽这一点 我还是挺认同的 挺支持共产党 这个小讽啊 就得打 我看了这个我也觉得挺暖心的 所以说未来希望我党这种福利啊 对于小讽啊 对于人矿 韭菜 这个灾包难民呢 一定要实施更多的这种福利政策 所以今天很多人希望我站出来讲一讲 我就觉得 我挺支持共产党 这个很好 你们就该打